大家好,歡迎收看《大丈夫家居自救手冊》 又是我阿尊 看到之前電批電轉的影片 也有很多人去留言,很多人去問問題 在這裡多謝大家支持 看到這麼多不同的家庭觀眾 開始用電筒工具去處理家的DIY問題 所以今集就跟大家說一下 怎樣去轉磁鑽 因為鑽石鑽、鑽鑽都很簡單 你只要調合模式,一鑽鑽基本上沒什麼問題 但是磁鑽是有些特別的材質 它很容易會轉到一連,會成快連開 如果要補回那個磁鑽,其實是很麻煩的 鑽磁鑽有特別的方法 所以今天就特地拍一條影片跟大家說一下怎樣去鑽磁鑽 首先要用到的工具就是油壓鑽加鑽鑽頭 另外,如果沒有這個,用電鑽都一樣可以 這把就叫做雞仔鑽 其實不是雞仔鑽也可以 你用來電池的充擊鑽也好,什麼都可以 即是要有旋轉模式和隨轉模式就可以了 另外還有水,我待會會跟大家說一下怎樣用 主要是用來降溫用 码位掣或融石鑽頭 或者玻璃和融石拯鑽 石材鑽頭 BOB沒有任何收取的時刻 一般建议大家DIY用 都是用玻璃或环石的钻嘴最容易使用 这支钻嘴的缺点 为什么不只用这支,而用这支钻嘴呢? 是因为这支钻嘴的选耗是非常大的 很容易转十个八个洞 如果浸得不够多水就要换 但如果一般DIY来说 其实我觉得是没什么所谓的 最重要是没有锅器,容易转到 之前钻石屎和钻砖和钻砖是用徐转的模式 就是一路锁就一路转 钻磁砖是不同的 钻磁砖是最开用纯钻的模式 因为如果你用了这些钻嘴的钻嘴 再配合徐转模式 你无论钻嘴和钻砖都会立即打卡 要是崩,即是两个一起崩,就完全转不到 所以记住,钻砖就要用纯钻模式 钻石屎就要用徐转模式 一定要弄清楚,要不然一转就出事了 一开始,首先要在这张水里 上面开了洞,已经看到大家开了洞 如果不懂怎样开,很简单的解释一下 或者用钻嘴这样转它 它已经开了洞了 然后将你要转的地方图砖好之后 就把它放在那里 记住留意它是纯转动模式 不可以是震动模式 一开始就先示范了这个转像 途中一开始就慢慢转 削走表面之后再加速转 转到一块砖厚就可以收手 我现在示范给大家看 看到大家开始进入了少少的情况下 就可以拿回这支水了 之后一路射一路去转 不然1吋都会过要烧的 现在大家看看 现在大概转了头后 基本上差不多一块砖仔的厚度 怕现在再转多一点进去 接着之后 现在转穿了那个砖仔的 现在转了它之后 就可以拿石材转到转穿里面的砖屎 直至你的胶质或者胶质的深度 为什么这个洞明显比鑽嘴大呢? 因为其实瓷砖转嘴 建议大家比石材转嘴大一点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样插进去其实还有虚位 如果瓷砖转转转和石材转转 一样粗 你很容易转的时候会转到外面 你转到旁边的时候 就很大机会会裂的 这个要注意 譬如你转6号胶质 那些普通膠质 那你就用6.5的瓷砖转转 这样就会少 没有那么有祸气了 我现在开始转给大家看 虽然这个和瓷砖转一样 记得调回转动模式 震动模式 千万不要忘记 就是这样 为什么这么快呢 因为只要越转了右 越粗就转得越久 就是这么简单 你平时好像 如果越转6号胶质 就用6.5的瓷砖转嘴 它转完之后用6号的石材转去转 转完之后你就可以7粒胶质进去 大家看到 没有裂没有性的 就成功在瓷砖上转到一个洞 打胶质的时候也记得要留意 如果大家用那些很粗的 不是灰色的一质 就能质到的那些胶质 要用锤子的情况下 记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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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跟刚刚那只指向性的转转不同 它没有一个占位 它是圆形的 所以它使用上是比刚刚那一质 很多的 就是一开始 用锅头指着它下较少许位置 譬如我现在用这里碰它 就下较少许 这样就会转窗了 用最少的接触面去接触它 它不会太厉害了 不过还是会很平均的 大家会看到 这样 一开始没有办法 一只手拿着水 将一只手弄住它 因为它要捉得很厉害了 一开始刨了少许皮 在开始刨了少许皮之后 才开始淋水会好一点 开始刨了少许皮之后 就可以慢慢把它转直 这样就成功会转到一个洞 大家看到 开始转了少许皮之后 就可以吸回它 大家看到它进了少许皮 其实它很容易进入 老实说你转插下去 它都会转到洞 但是它没那么准备 现在转到少许皮之后 现在是斜的 就可以同时刨水同时拿直 这样 就是这样 它已经转了洞 之后 方法就跟刚刚一样 转回石材转嘴 再转回震动模式 再转洞 之后 用石材转嘴转洞 跟刚刚的情况一样 好 差不多了 留意 你转转的时候 你转 但是你不要吊 你不要吊 你不要漏着它 一吊它旁边 它就会很容易爆 大家留意一下 直入直出 就这样 之后就一样 打脚側上螺丝 挂你想挂的东西 上去就可以了 最后一个方法 就是平时可以偷鸡用 可能不太正宗 因为我们多数 就未必有那些 浑石转嘴和浑石链锁在身上 就会用这个方法去转 幸好都未出过事 大家真的急得来 就得到这些油压转 和油压转的情况 可以考虑一下用这个方法 一样很简单 转动模式 不要叫它随转模式 当它是浑石转嘴 一路转 它就会慢慢上进去 跟刚刚一样的 示范给大家看 好 经过一段时间 人压转之后 即是压上人压转 转完之后 它的转和刚刚一样 是大概这样的深 到时间就可以再转回震动模式 用了 一样可以再转它 刚才是这样 方法是一样的,不过这个方法可能有些转科少少转磁砖的师傅就不太喜欢 不过我觉得用得到方法,大家自己考虑衡量风险 最后跟大家讲一下注意事项 第一,记得这些磁砖转嘴是要用纯转模式 石材转嘴才要转回震动模式 第二,磁砖和磁砖之间 这些十字位,这些纳位是特别容易包装的 如果大家不在这些位置管得很严重的情况下 尽量都在砖面这些地方转,不会安全很多 第三,如果真的不幸转到裂座 其实如果范围不是很大,其实不是很重要 因为你那件饰件本身吸进去都会遮住 所以没所谓 第四,如果转之前最好可以敲一下那块砖是什么情况 如果像实心的声音当然没问题 如果像这里,很清脆,很空洞的声音 尽量不要在这些地方转窗 因为是特别容易爆裂,里面是没有石屎的 可能一块砖吸进去,整块都是石屎 最理想的,但事实上是没可能的 可能有少少位,那些石屎就没有在里面 空心的,空就特别容易爆裂 这些位置会爆裂的,如果可以选择 也是,就选择一些塞心兼不要在塞肢 或者在胶界点的地方转窗 第五点,如果那个尺寸位置 你要转窗的位置是会湿到水 长时间吐到水的话 可能你洗澡在这里,在后面要转窗 最好转窗之后,就挤少少玻璃膠 再上胶枕 上完螺丝那件式件,上完螺丝之后 在螺丝面再抹少少玻璃膠 这样防速性能就更加好 也不怕之后要移除一会很难 因为玻璃膠在螺丝面 一抹就抹掉了 好,那今天的转磁窗家居持久手札 就到这里了 希望这条影片出得及 不要大家麻烦把电转转转转转 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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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有什么想我们说 有什么工具想我们开箱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 记住,不要忘记CLSS 我们大丈夫的Facebook Instagram 以及Youtube频道 如果没有什么东西,我们下次再见 Ciao 大丈夫,Dai Zobu